台湾啪啪走 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李尚侯 大家好 我是余夫 今天帶大家去台南的新法 我們繼續來發出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間來看看 這是新法軍的工匯棟 工匯棟 這是本人說有這個口海的 工匯棟就是一般市民 來到這個工匯棟 如果是政府有什麼重要的法令要選擇 或是有什麼比較大床 例如說有的人要結婚 結婚要簽一堆 就說來 工匯棟裡面也可以讓你辦結婚 所以你如果說有什麼電纜 或是英國的營造會 都有這個東西 這是在日本時代的日本人 就是西方學習 西方就有那種市民工匯 這種算是可以結婚的地方 所以他就在台灣世界 國地去蓋了這個工匯棟 那麼這個新法軍 新法軍 新法軍的工匯棟 這床很不簡單 這床是在1936年起床 它是算是行政層級裡面算是第二季 第一季第二季是什麼分辨的 很簡單 第一季就是比如說我們在台北 台北有一個中山床 那就是以前台北的那個工匯棟 那麼這個台北的工匯棟很大床一床 你如果去台南 台南也有那個工匯棟 現在已經保留下來 所以台南那床也很大床 所以如果一床的山床裡面 重要的這種建築裡面 工匯棟就會分一床二床三床 就覺得新法軍這個 又算二床 你若是加上一層的工匯棟 通常他不是衛者民是不是 他是衛側面是不是 通常設計是這樣的設計反 新法軍就是衛者民是不是 所以衛者民是不是 這個經過 因為在1936年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日本來台灣 到了1936年的時候 已經陰進很多 所有的這個article的藝術 所以它這個經過裡面 這些裝飾 這些裝飾 都是用到這種直線 集合 這類的為什麼用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西方 經過的工業革命後 工業革命後 他們就留意很多學家說 我們開始要做理性的路線 所以最好是用到這種 幾何圖形直線 三角形 這類的來作為它的種式 所以這棟一定有那種 所謂的article的這種感覺出來 所以它沒有很繁複 你看它的東西都是這樣 都做幾何形的 那麼這棟外面 這棟外面 這棟外面 是用到什麼呢 用到這個洗酒 紅酒 很多人看著洗酒 就說 唉唷 洗酒 這就是安裝安裝裝 都學會說 洗酒紅酒 為什麼會洗酒紅酒 因為台灣早期的這棟外面 日本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發言說 這台灣的酒頭 那棟外面是用到這個酒 其實不是 那麼這棟呢 這個放到後面來 當然有一陣子 有去過這個 國民董家 給他做他們的這個董博在營 後來後有用什麼石建堂 中山堂 還有這裡放的 放的旁邊 這個洗法 洗法政府 還有另外旁邊有起一棟 起一棟的時候 這朵書館營 朵書館營 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是日劇時代 旁邊 這個用朵書館營的這個 我們大家說的是 悲劇時代 那這棟到底是怎樣 來 我們做回來看看 這是新法朵書館 它是經過中華民國式美學 所建出來的廚 旁邊有一棟公火棚 它是日本國式的美學 日本時代叫做日劇時代 旁邊那棟叫做悲劇時代 這幾棟充滿了新藝術的風景 這棟子叫做鍋面磚 還有人說 它是國防磚 第二是洗澡來風酒 白酒公是民工的設計 用來買最多是 朵書館的一部分 所以兩邊有相同 然後 上面的橫架結構 現在有現出來給大家看 新法軍的公會 當旁邊有給國民黨 將它站起來的最最最是 對新法民眾 給武三 跟郭民众偷偷回來後 在2016年的八月開始 精修很方便說 原來這種建築這麼漂亮 日本時代全台灣總共有 62座的公會等 其中台南有8座 台南8座的公會等 現在好像先到原本台南起來 去做跟進化 直接做 注意看它的洗酒 洗得很柔滑 又拆熟了 這樣方法回復回來也很好 所以我們如果去到這個新華 一般人如果去到這個新華 就是說 新華老街真好去找 我們再來看看 其實新華不是老街真漂亮 它老街都是一種 仿巴洛克斯的建築 為什麼要做仿巴洛克斯呢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經過 所謂的什麼巴洛克 露可可 沒有經過歐洲文明的時代 所以他們日本人去到 歐洲去學習到這個 巴洛克斯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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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台灣 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是去一種 仿巴洛克斯 所以你一般聽到 人家有在介紹 說這個巴洛克斯 那個巴洛克斯 台灣沒有巴洛克斯 台灣有仿巴洛克斯 再來介紹這種 這種是仿巴的接替長 接替長差不多就是 在身上是企法架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 仿巴窟 就是仿法窟窟窟口 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這個接替長你看 這棵梁中的非常漂亮 上面是日本社會的 這個鑄定 所以你說合適的鑄定 所以那些是奧車 什麽才會說奧車 說奧車 因為在那個時代裡面,這種帝是用分下去分的 那麼這幾個棟,棋的頂端是日本帝 蝦賓是歐洲式,歐洲文藝復興式的這種劇院 劇院式,像那個復興式的這種設計 這裡面有這裡面,大家也注意看 這裡裡面,你看到頂端的種類也是一樣的 第一,它用的就是我們差不多在說的這個article的這種技術方式 另外,它所用的棟是十三勾面磚 那麼這個柱子是順水 這是這條子,這條子是用棟子夾起來的,不是用鋼筋水泥的 那麼這個呢,這個腦邊就是新化錠的定空瘦 那麼在一丘,丘六年的時候,新的大樓,新的定空瘦 就蓋好了,所以呢,他們就搬出去 這裡說要拿去,哎呀,在兩千年五月的時候 大家,在一丘人士尤其說,這應該要保留下來 所以很多人共同說,來,我們來想辦法 這個,拖廚,拖一百尾 拖一百尾先放一下 這裡呢,他說要去停車場 停車場蓋好之後,這裡又搬回來 當然啦,是用很多人在那裡搬 這個現場也還有電視裡面的這種桌子 但是不是說真的在那裡用人在搬 用人在搬,這棟我搬過去 所以一定要使用鋼筋 人是做一個代表,我搬一下,搬給你看看 好,來,我們現在最後來參觀這棟 這是新華傑野場 傑野場在1934年的時候開始形建 但是那時候,都是三馬廚 經過一年後,這棟是這種近代復興式的試樣 這種棟叫做鉤面磚 門口有日本時代剛好起床的行動 來不注意看它的色澤都非常優柔 年輕人為了買這支停車店屋 本地要將這間廚房拆掉 但是經過了很多人努力的保存 先將這間廚房拆到旁邊 等到停車店屋都開好之後再把廚房拆掉 裡面看得出本來色澤的手樓很優秀 年輕空一年的時候在選100檔的歷書建築百景 其中這檔就讓選的是第四名 他的隔壁就是台灣文學前博楊潔的文學紀念館 好OK 那麼我們再來在新華這個地方 也有人在賣黑人飯 來看這個黑人飯 那麼這個台南才有黑人飯 黑人飯是從台南開始的 是在1946年 創辦是叫做鴨城 那是真的嗎 有一個地方有外國的媒體來問我 這個漁夫先生我參問你一個問題 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雅齊 我說就一九四五年正正沒有那種雅齊 沒有那個什麼路邊的攤販沒有 我說真的嗎 是啊 因為日本人在世代裡面 他有蓋車給你 你如果要做生理一定要在車裡面 下車你一定要有這個店面 你如果想說我要這樣幾群人眾這樣白白 像現在我們現在在看的這種花園夜市 他就不準了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人因為這個衛生的問題 很重要 在日本時代是這樣 有例外嗎 當然也有例外 像台北的漸層圓環 就是這個龍山寺 這種的都是鴨 但是我們注意就是說 台南的這個黑人飯 用的叫做非修鴨 非修鴨在譬如說叫做高鴨 哎呀 現在這幾年來 黑人越來越少 這種非修鴨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要怎樣 哇 當然就沒得到吃了 所以呢 現在來看到這個黑人飯 就感覺彌族珍貴 我們做得來 聽說大陸工的黑人飯也很好吃 這是新華的高車這一場 先開的黑人飯 先開的黑人飯 這間比較老的店 也是在買黑人飯 現在一定越來越少了 但是老闆告訴我 因為它有買比較大 所以來玩比較穩定 這間叫做麥可 黑人飯 這間叫做麥可 黑人飯 這間叫做麥可 先吃看 黑小蝦因為沒辦法用室 所以素量越來越少 所以雞小也越來越高 這是高水的黑小蝦 這間叫做麥可 對 老闆說他拿得比較多 所以比較燙 老闆說他拿得比較多 老闆說他拿得比較多 比較燙 標示生理很好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 可以繼續買黑小蝦 這個蝦仁 蝦仁混沌 哇 看起來要補得很漂亮 好吃 一塊二十六百八 標示一塊 九塊 比較九塊 對 你好 二十六百 這招牌 有啊 有啊 這幾塊 三十 三十 三十六百 三五百兩不不少 所以比較燙 比較好吃 好 看起來應該是很受到 上班族的虛艾吧 勝利 強強過 這間就是在這藝廠的旁邊 隔天這藝廠旁邊 也有很多 還有其他很有趣的料理 食物 所以我們隔天先休閃一下 帶你們來吃蔥肉餅 台灣啪啪走 了解台灣的文化和文明 李雄駱 來 我們在這個新華的這個隔天 街藝廠的旁邊 有一間在賣蔥肉餅 我先說這個故事會聽 就是有一陣子 我就跑去參觀 研究這個街藝廠的建築 然後就 倒腰 那就是說 旁邊有看到一個點心 吃一口 結果看到一間 那間就去到那裡 問我人人很多 排到柯柯柯柯 所以我會在那裡排 那有一個由美國回來的人 你不是漁夫 說是 他說 這樣 我現在排在這裡 我排到頭前 你不要跟別人說 我呢 順便買一個給你 所以由於那個時代開始 然後 我就曾經用了這個手機 把他攪起來就對了 攪起來之後 還有一陣子 這檔子算不上了 不然是這樣 早就去 原來在旁邊開一間更大 他現在的生理 都非常好 那麼這間 蔥肉餅 他在做的時候 他就是用中筋 跟低筋的麵粉 下去做他的皮 所謂蔥肉 就是用這個 就是腸子 腸子下去做 他的裡面的鴨 所以這樣在做 這個味道不錯 所以很多人都去 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華家 一個有特色的蔥肉餅 這檔子就是 那個新華 經營所的 在南新華 滾牙塑旁 有一間 沒有蔥肉餅 很好吃 我把它攪進去 我去找裡面 今天我再來了 蛤 我的粉絲 我們坐在一起 也會有這麼大 你這樣都沒有人 我沒有人 我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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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整個會好笑 這個用三肉嗎 對 這個湯要用那麼多 湯要開到這樣 一斤一百而已 不然多多 那不是一斤 都開了 對啊 那要百 要買到兩百 這有加蛋耶 對 這又不會加蛋耶 有啦 為什麼要加蛋 這是有機的雞蛋喔 這有電話給予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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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沒事 你也好 OK 那麼 我們現在台灣很多這個休閒店 越來越強調就說 東西一定要新鮮 第二 你看他們剛才這樣 只要做一個壁而已 那兩個上面就要印這個電話購買 就知道說 希望這個十分的這個項目 十分的這個履歷 它是怎麼來的 每一個過程 怎麼來的 都要讓這個小味道下去認識 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那麼說到新鮮呢 第一 新法 有 一間專門製造這種秋冬的麵 我們現在要知道就是說 麵這個東西 如果是比較工具的人 就是每一天都現做 甚至呢 有這種買麵的 他們現在開始有的鮮器 現在鮮器就擺在那個店裡面 那個店裡面 它的尾頭到尾做 經格製程 這些做的過程 都讓你看得很清楚 在這個 南部這個地方 譬如說在這個萊蒙 萊蒙是什麼地方呢 萊蒙就是 我們如果說送工廳 萊蒙就很多 所以每一年的 這個高雄市政府 他們就去辦這種 萊蒙的 送工廳的這個比賽 有每個學校都來用 在萊蒙裡面 如果是要找一個 好家的這種 外星麵 所謂的外星麵 當然就是說 算說 比較外星的 就是在這個 差不多米圓的時代裡面 這個 外星人很多 因為米圓 就有很多米粉 有很多米粉 他們就可以想到 他故鄉的這個 手機 手路 撒出來做給大家看 那麼 那邊有一間 老爐的外省麵 我記得 在這個 萊蒙發現 這裡有人 在賣這個外星麵 它也是說 它是每一天 放下去做的 那麼每一天 放下去做的 這種麵 當然就比較新鮮 來 我們來看看 它是怎樣做 這是台南萊蒙的老雞 老雞 老雞裡面 有很多老大 如果說到吃冰 聽說老雞的人 要來吃這間 要吃錢 就是這間 但是我還發現一間 自己手工做的麵 那為什麼一定要說來問 來問是代好做嗎 這個燒菜 看起來 真有一味的 看 嗯 嗯 那個大的好啊 這個青菜 這個青菜 來這邊 去看看 看看 對 不可以看 不可以看 不可以吃的 不可以吃的 共調是來問的手工麵 來問我只知道 一個叫做老爐外省麵 它的麵 開始是一盒吃 而且是每一天要現做的 這樣吃得好吃 這位老闆 我們就是 很熟悉的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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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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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醬菜 醬菜 青菜 牛肌菜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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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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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比較愛拿麻醬,麻醬比較高的、比較多的,我還會更開心 還說,拿麻醬還比較高的 對,這樣看起來生意還不錯 好,這樣我們後禮拜,再來看新華街街藝廠的旁邊 還有一個洋葵紀念館和歐威紀念館 後禮拜,我們同一個時間再回,我是漁夫,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